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嫁给日本天团,放浪兄弟,成员黑泽良平后,就嫌少公开露面,怎料,她日前现身蔡康勇的主持节目,谈到母亲病情恶化时,她罕见在镜头前大哭了。 林志玲登上大陆谈话节目,众生,提及,她2019年和Kir举行完婚礼后,母亲无慈美的病情迅速恶化,直接到不认得我们了,不认得我,婚礼后很快速地恶化,所以我觉得她撑到我嫁掉。 当被主持人蔡康勇问道,你最想回到哪一天,时,本来满脸笑脸的她,突然瞬间哭了出来,眼泪瞬间从眼眶里飙出来,赶紧用手遮气,但她当下情绪已溃提,吓得蔡康勇赶紧拿来卫生纸止泪。 林志玲整理好情绪后,忍着眼泪流出哽咽说着,我曾经想过,我会愿意用很多的日子,去换来一天,我妈妈还记得我,然后她还很健康,只要有一天,我可以好好的陪伴她。 林志玲坦承,她面对很多事情都会学习接受,沉淀,吸收,咀嚼在面对,但面对妈妈这件事情,她还是做不到,到现在有时候坐在妈妈旁边, 我还是会不由自主滴下几滴眼泪,我觉得这么近,可是怎么距离这么遥远。 林志玲忍痛说,若是问她如果有能力能改变什么,可能就是回到那段时间,看自己是否有没有一点能力,去延缓和改变。 林志玲宣布生儿子数月后,过了人生中第一个母亲节,还晒出老公黑泽良平送的母亲节礼物,鲜花。 林志玲大方称老公是大宝贝,儿子是最坚强的小宝贝,感谢自己从来没有放弃,才可以拥有幸福。 从林志玲的三言两语中,大家可以感受到她在求子过程中的艰辛。 老公为爱妻庆祝第一个母亲节,送上了鲜花和手写贺卡,林志玲和老公互称对方宝贝。 其实林志玲对于这个孩子一直都很期待,2019年,林志玲直接宣布与日本艺人黑泽良平结婚,之后林志玲便来到日本和黑泽良平一起生活。 在两人结婚期间,也传出了不少关于林志玲怀孕的传言,但最后都被林志玲辟谣了。 直到今年一月,林志玲突然曝出已经生子的消息。 其实在这条好消息的背后,林志玲也承担了不少艰辛。 黑泽良平就在当爸爸之后发文表示,与其说是感动,其实是感谢林志玲。 林志玲晒照之后,老公黑泽良平也晒出自己努力工作的照片,看来他也要为了儿子的奶粉钱打拼。 很多网友觉得黑泽良平和林志玲不相配,男方比林志玲小七岁,曾和日本女星长泽雅美青梅竹马,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两人相爱。 结婚之前,林志玲多次表示喜欢孩子,想生双胞胎,被爆到在2014年和2016年两次动卵。 婚后,林志玲每次露面都会被催婚,因发胖被怀疑已经怀孕。 每次林志玲都会回应说自己在努力备孕中。 在2019年11月的结婚派对时,黑泽良平透露自己已经有小孩了,就是老婆林志玲。 大家纷纷夸赞比林志玲小七岁的黑泽良平很有绅士风度,懂得照顾和体谅妻子。 登记结婚后不久,林志玲爸爸接受媒体采访,称赞女婿人高基因好,谦虚人平好,还表示以后外孙一定会很漂亮,看得出急着要当外公了。 曾经有人问,恋爱当中的林志玲是石妹样子,林志玲自己坦言,是傻子,傻瓜的傻。 谁能想到,貌美如天仙的林志玲在谈恋爱的时候,也会为了爱情奋不顾身。 当年她和严陈旭的恋情闹得轰轰烈烈,可谁曾想因为坠马事件,二人的感情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可2016年林志玲和严陈旭来了各世纪大同框,后来二人的互动也是越来越频繁。 就在粉丝们都以为会等来林志玲与严陈旭复合的消息的时候,等来的却是她与日本演员黑泽良平结婚的消息。 2018年年底,林志玲突然宣布与黑泽良平结婚,可是国民女神要结婚的消息非但没有得到粉丝的祝福,还在网上引发了魔术恶评。 毕竟关于她们的爱情前前后后纠缠了17年,然而最终却只落了各有缘无分。 当年的林志玲还是一位模特,在一次走秀舞台上,林志玲认识了同样来参加活动的演程序。 帅哥靓女的搭配总是十分亮眼,并且当时两人的事业都处在上升期,一不小心恋情的秘密就被媒体戳破。 可出于对事业的考虑,双方都只能极力否认。 毕竟在这种结固眼上,谁也不愿因为恋情而影响到对方的事业。 无奈之下,林志玲语言程序的恋爱就只能转座的下情。 既然表面上不能做得太明目张胆,那么双方就都在背地里做出弥补, 平时亦有空闲时间,两个人就黏在一起,一起去做普通情侣都会做的事情。 哪怕只是靠在一起聊聊天就觉得无比幸福。 后来林志玲因为走秀意外爆火,可是严程序的演艺事业却并没有什么起色, 从小就生活在单亲家庭的严程序骨子里的自卑开始都不住了。 随着林志玲越来越火,他们之间的恋情也就像只包不住火,突然曝光在了大众面前。 可是大众对严程序的评价却是吃软饭,粉丝说她是林志玲前进到路上的绊脚石。 而且,事实总是要比想象中残酷得多。 2005年的某天,林志玲在拍戏的时候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 严程序刚听到这个消息,就冒着赔偿天价违约金的风险敢去照顾林志玲。 林母把严程序所做的一切都看在眼里,只是感动之余, 林母却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未来只是嫁给一个只会拍戏的穷小子。 林母笃定了严程序不会为了照顾林志玲就抛弃整个工作室不顾天价违约金, 所以严程序前脚刚离开,她就把邱世凯接到了林志玲身边。 邱世凯的身份地位那可不是严程序可以比的, 她是国际持名的卫浴品牌的头号接班人,正宗的豪门子弟, 林母更看好这样的金龟序。 再加上女孩子在受伤的时候总是脆弱的, 没有男友严程序在身边照顾, 金龟序候选人邱世凯刚好,趁虚而入。 至于邱世凯,她原本就倾心于林志玲, 只不过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正好趁着林志玲受伤住院, 她是个重安前马后悉心照顾, 看着每天不辞辛苦照顾自己的富家公子, 再冷得心也要被捂热了, 只是此时的林志玲还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媒体的消息总是过分灵通, 没过多久邱世凯寸步步离照顾林志玲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娱乐圈。 甚至有不少家媒体还带上了林志玲新恋情, 邱世凯是林志玲新男友的标题。 当时的严陈旭虽然在拍戏, 但还是听到了有关林志玲的绯闻, 只是此时的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昔日的女友。 她从小就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绪, 面对这样给自己戴绿帽子的绯闻, 她甚至连去质问的勇气都没有。 最后林志玲语言程序的感情以林志玲被告知分手而结束, 而之后的林志玲也顺理成章地和邱世凯走到了一起。 只是后来林志玲和邱世凯也没能走到最后, 和邱世凯分手之后, 林志玲也传出了不少恋爱绯闻, 不过她都没有正面承认过。 直到2016年, 她语言程序来了各世纪大同框, 甚至联系也越来越频繁。 不少粉丝都以为他们两个人有复合的可能, 而最后等来的却是林志玲要和日本演员黑泽良平结婚的消息。 因此, 这条消息并没有收获粉丝的祝福, 底下的评论要么就是在惋惜林志玲语言程序的感情, 要么就是在骂林志玲最后嫁给了外国人。 对此, 前男友严程序也只是淡淡地回复一句恭喜他们。 而结婚之后, 林志玲就已经很少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 直到后来, 林志玲官宣缠字, 又在前不久晒出了产后首张照片, 粉丝才发现, 原来林志玲过得并没有传闻中形容的那样。 黑泽良平也一直都是一位负责任, 爱妻子的丈夫当黑泽良平被问到升级成爸爸的心情时, 不禁开怀大笑, 更以普通话说, 谢谢大家。 痛时他表示, 当爸爸之后非常幸福, 与其说是感动, 不如说是感谢志玲。 对于林志玲找人怀孕的传闻, 黑泽良平则用林志玲婚后把重心放在家里, 一直都没有放弃, 始终怀抱着希望, 终于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幸福进行了回应, 打破了传闻。 他还透露自己经常做鸡汤给太太喝, 希望他身体能恢复快一点, 而儿子既像他也像林志玲。 黑泽良平的话, 也算打脸了林志玲此前不好的传闻。 最后, 我们从林志玲和严陈旭身上能够看出, 分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分别后同样也能遇到良人。 希望林志玲以后一切都好, 希望他的人生能够更加幸福美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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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庭